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的健康同学会 我是主持人Aden 那今天的健康同学会是第313期 那我们在每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都会邀请到专家明依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罗嘉云 罗医生 是 罗医生你好 大家好 是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还是首先让我介绍一下 罗嘉云 罗医生的这个资历 那罗嘉云 罗医生呢 本身现在是在奥克兰的 Midmore医院任职 那同时呢也在Greenlink的 Medical Specialist 担任肠胃肝脏和内科的 专科医生 那罗嘉云 罗医生呢 本来是在纽西兰奥塔哥大学 拿到了内外全科医学室的学位 同时呢也是澳大利亚 皇家医学院的院士 还有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消化疾病的研究文凭 在内境治疗方面的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 罗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主要是想聊一下 最近在这个冬天啊 好像许多病人会不会有一些 胃啊或者是肝的一些问题呢 通常的话这个冬天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开始做一些 做一些比较特别的病 就是现在蛮多病毒 那有很多病毒肝卵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个上下腹泻啊 这些问题 发烧啊 然后我们华人也是冬天的时候 蛮喜欢吃火锅的 那可能煮东西的时候呢 肉鸡肉猪肉煮得不够熟的话呢 就会有这个食物中毒的问题 那最近会有比较多这种 像小朋友或者是成人 其实都有吗 都会的 都会有的 是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现代生活当中呢 可能因为学习生活上呢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定时吃三餐 或者说三餐我们少吃一餐 其实基本上会对胃会有什么影响吗 一般来讲都不会有所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 如果生活太忙的时候呢 就是有压力的话呢就整个消耗道会变成比较敏感 比较乱 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不是定期吃饭的话呢 有时候会有些症状 因为压力大忙的时候呢 那个胃动力会变成有点太快 有点太慢 是 你不定期吃的话呢就会更加不舒服这样子的 那譬如说我这个平常 我这个十二点吃中饭 然后晚上平常是八点可能吃晚饭 那如果到了突然某一天 然后我换成了比较早七点吃晚饭 然后或者是比较十一点吃午饭 这样的话会对胃会有什么影响 短期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身体其实蛮奇妙的 那如果有一些情况 你没有办法说定期吃的 忙起来的时候呢 不会有大的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就说 现在一定要这个时间吃 那也不一定啊 你去旅行的时候呢 有时差的关系 要不然的话呢 忙起来偶尔有点不正常 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短期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你很忙 然后真的是中午不吃 还是早餐不吃 匆匆忙忙赶来赶去 然后你的消化到已经很敏感的话 你就可能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那个上腹部下腹部也是不舒服 会引起一些症状 那通常譬如说我这个 有些人早起的 特别早起 然后呢就会感觉没有胃口 然后有时候就 或者是时间不允许 然后就说我 那我今天就不吃早餐了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会引发些 这个非常普遍 那我平常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至少一半的人都没有吃早餐 大家都记忆为这个 因为生活很忙忙 重重忙忙起来不太想吃东西 就赶着出门了 不想迟到 然后可能到了办公室的时候 就可能喝点咖啡啊 吃点水果啊是怎么样 对 那如果像是这个喝咖啡 现在就有些人比较喜欢喝咖啡嘛 有些人会对一些咖啡 或者是加奶的一些咖啡会比较敏感 对 就比如说喝了一些牛奶 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会引起腹泻 这样的情况也会比较多 要看情况了 像有些人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从小的奶制品 牛奶这些喝比较少的话呢 那你突然间开始喝很多的话 那有些人会对这些会有点过敏有点不舒服的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过敏 就是说免疫系统不是说有发的很厉害是怎么样 可是是那个腹胀有点消化不了的感觉 这个咖啡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 喷门有点松 有这个反流性食道炎这些疾病的话呢 那如果吃喝咖啡有咖啡因太多的话呢 它喷门会比较松 然后就会引起一些这个胃酸的感觉 另外你这个胃如果是已经很敏感了 动力有点太快太慢了 喝太多咖啡的话呢 也是会增加它那个胃的动力 也是会造成一些症状的 那一天应该喝几杯咖啡了 大家都有点不一样了 如果过量的话呢 有些人喝八杯可能有点太多了 可能每天一两杯两三杯应该可以吧 是那对于其实有遇到 有一些本地的白人kiwi 或者是毛利的这个族群 他们会比较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呢 加一杯两水 但是跟我们就很大的差别 跟我小孩子一样 我小孩子在这边出生的 他们就是kiwi 对啊 这就是一个习惯嘛 对啊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身体都会习惯的 是 那如果我们从小的话呢 就是没有嘛 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呢 可能喝凉水啊 会有点消耗不良 很快饱啊 这些的 可是 这就是 如果你从小养成习惯的话呢 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的 是 因为以前我就 有认识朋友 他以前可能比较喜欢喝凉水 然后通常呢 他就会三个月左右 就会有一次 急性的肠胃炎 等等 然后后来 直到他开始 慢慢去 就是 适应喝这个温水 或者是热水之后呢 他就 这个胃就突然好起来 对 所以 所以有些人的胃 比较敏感了 所以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 如果太辣啊 还是太冷啊 还是太冰啊 有些人 糖分吃太多 奶制品啊 这些的 有些就是 有些人会对这些摩蝎的 情况呢 会会 那胃会比较敏感 会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个人情况 要看个人情况 要看个人情况 是 那如果像是吃 这些海鲜呢 就比如说我 这个吃生蚝啊 然后等等这些的 胃就 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像要吃一些 海虾海蟹的 这种可能是不是 比较高蛋白类的 一些食物的话呢 这个胃 就也会引起 这种上吐下降的状况 如果 通常是 如果那个食物 煮得不够熟 一般不干净 有细菌的话呢 就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像这些蛋白 高蛋白的话呢 其实你吃什么东西过量 都会有消耗不了的感觉 所以呢 不一定是说 你有敏感这些的 有些人就是 去吃自助餐啊 这些的 然后吃很多海鲜 很多很难消化的食物 就会有这个消耗不了的感觉 所以这个 就是可能跟 吃东西的那个分量 分量有关系的 那有时候吃太油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呢 也是会造成一些 其他的问题 什么痛风这些 可是消耗道来讲呢 就可能会影响这个 有胆结石呢 可能说腹痛啊 这些的 所以呢 还是要注意 就是不要过量 不要过量 就是食量不要吃多 那有些人会讲这个 像是喝绿茶啊 或者是吃香蕉啊 这些水果呢 听起来就是俗语讲 比较会削味 就是也是吃完之后会有这种情况 对啊 大家都不一样的 大家会 可是绿茶来讲呢 就是有些人就说 比如说你像广东人 他们去 饮茶这些的 是很油腻的东西 那你是很油腻的东西 就用一些茶 就可能会 觉得比较舒服 对啊 就是没有那么油腻嘛 没有 是 所以还是要 就是因人而言 跟这个饮食的习惯有关 对啊 是 那除了这个吃的多 或者吃的 没有吃之外呢 其实胃胀气 我发现 就是也是现在 比较人会患有的 这样的一个症状 对 这个胃胀气呢 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 嗯 那我提起 之前提起的 就是说 生活忙 压力大 有一个问题叫做 功能性消耗不良 因为我们的脑筋 跟这个消耗到 是有沟通的嘛 那你身体很多负担 很忙的时候呢 就会乱掉的 嗯 那你变成你吃某一些东西 会比较脏气的 还是会吃有刺激性的食物 都会影响的 嗯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脏气的就是说什么豆类啊 是 这个淀粉类啊 这些的 然后很辣的这些的 然后刚才也是提起过这个 有咖啡因的 很油腻的东西的 是 所以吃东西的话呢 当然是我们华人很喜欢吃东西 很多不同的花样 嗯 可是就是不能吃太过量 嗯 然后大家的反应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 那你消耗到不舒服的话呢 你就要看看 有哪一些食物会会刺激你的 对啊 嗯 然后如果是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症状呢 比如说有消瘦 嗯 还是有有吐血便血这些的 嗯 然后家族 家族性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病呢 就就稍微 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是 然后如果症状 持续超过就是几天 还是一两个礼拜的话呢 嗯 就要去看医生来来看看 了解一下 是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 所以说这个胃胀气 可以通过吃一些药物来 可以的 要看什么情况 另外 另外所谓的 他们说胃胀气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病的 嗯 比如说你有这个胆结石的话呢 也是会引起一些胀气 胃食到逆流 是 功能性消耗量 还有这个 有时候你那个肠子 如果蠕动力也是有点慢的话呢 嗯 它那个 其实它那个肠子跟那个胃的距离 相差的很近的 嗯 比如说吃东西 肠子也是会影响的 也是会影响胃的 所以胀气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 是 那说到消化这个肠蠕动 有些人说 这个饭后呢 要占20分钟 这样有助于消化 或者说那饭后出去三个步 有助于消化 其实这个有一定的 是有一定的道理吗 基本上 像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你刚吃完呢 如果马上去跑步的话呢 可能那个消化到的血液旋循 可能不够 嗯 你正在消化嘛 那可能 刚吃完东西的话呢 就不要立刻去跑步 还是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这些的 是 那你去上上步 也是不错的 对身体好吗 那如果是坐着 跟站着的话会有趣 呃 不会的 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是那有些人说这个比较喜欢这个饭前 睡前这个吃消夜 嗯 那其实这个这个情况是不好的 对啊 没有什么好处的 除非你你当时候觉得蛮好吃的 嗯 其实你睡觉之前的话 如果胃里面很满的话呢 会有一些症状的 嗯 那一般来讲你吃东西 呃 食物是从食管下去到胃这边的 嗯 那食物会待在胃里面 可能半小时到一个钟头 嗯 嗯 那如果你吃夜宵宵夜的话呢 然后你就是说马上去睡觉的话呢 整个胃是满满的 那如果你喷门松 横隔膜里面很松的话就 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胃食道逆流 嗯 好流性食道炎 然后就造成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 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胸闷 嗯 非常难受的感觉 是 要不然有一些气 隔不出来的这个感觉 是 就会就会引起一些症状的 嗯 那你 吃过饭去走一走 可能会有点帮助消化 就有些熬夜的朋友 他这个比较晚睡 零食 然后他就想 那我吃点东西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吃点的话 另外一个坏处是什么 你会养成习惯 你变成每天都那个时候都想吃东西 嗯 你吃完东西嘛 去睡觉 这很容易肥胖 嗯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呃 比如说吃东西吃太多的话 这个胃会被称大吗 这个其实呢 也不是真正会称大 就是变成一个习惯 嗯 因为你 如果吃东西慢慢吃的话呢 你的胃 它慢慢 慢慢大的时候呢 呃 那个胃 它会跟脑筋说 诶我现在饱了 嗯 所以你会停止 如果你吃太快的话呢 吃太多 然后一直一直 吃很多食物的话呢 你就会训练你自己呢 吃多一点 对啊 所以呢 吃太快不好吃 但是 过量也不好 是 是 那有些人就是说 那我这个突然 呃 这个 某一顿吃的比较多 嗯 其实就可能 不如果不是长期的话 也不会造成说像 嗯 肥胖胃负担 就偶尔 但是还是要 嗯 那如果像是 呃 这个像肠胃炎 跟发生跟胃亏羊的话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是两回事 胃亏羊的话呢 通常是这样子 是 嗯 通常是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 嗯 吃这个消炎止痛药 年轻人的话呢 比如说你不小心拉伤 嗯 然后要不然有感冒 有这个发烧 嗯 嗯 家庭医生 可能会开一些这个消炎止痛药 有些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字是什么 Brufen Voltaran Nurofen 这些的 嗯 那这些止痛药的话呢 吃 它会把 那胃膜会变成比较薄 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会有溃疡 嗯 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叫做 是一个续菌 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螺旋杆菌 那这个其实很普遍的 嗯 尤其从这个东南亚来的 那如果有这个续菌的话呢 百分之十到二十呢 会有这个消耗到溃疡 嗯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是 所以我们最常见是这个两个原因的 嗯 对啊 那这个急性肠胃炎呢 通常是这个 要不然是病毒 要不然是续菌 感染 嗯 造成的 通常的话呢 它自己会好的 过几天就会好 如果症状就是有腹泻啊 有兔啊这些 如果超过两周 嗯 七天 十天到两周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去看医生 嗯 绝大部分的这个 急性肠胃炎的话 它自己会好 会治愈的 是 可是如果时间长的话呢 有一些续菌是比较难 难自己处理的 就可能需要吃 短期的抗生素来解决 是 溃疡 消耗到溃疡通常是吃 这个胃药 嗯 减少那个胃酸 加上如果是有续菌的话 要杀那个续菌 是 嗯 另外就是消耗到溃疡呢 刚有些人就是很轻度 只是有点腹痛 嗯 比较严重的话呢 就可能会有胃出血啊 嗯 会吐血 黑便啊这些的 因为它胃里面是有胃酸 所以里面的血的话呢 会从红色转成黑色 嗯 那有这些症状的话 要立刻去看医生 是 对啊 然后去看看确诊是什么问题 那这种状况 呃 需要一直来吃药来保持 还是说 通常是不用的 如果是 如果我们说胃溃疡 消耗到溃疡的话呢 通常如果你 这个胃菌 发觉有这个消耗到溃疡的话呢 通常要吃六周 嗯 六周的这个 滋味酸的药 如果是有杀菌药 你就吃一个星期的疗成的药 嗯 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 像是可以避免 一些其他问题 还有另外的情况呢 有一些年纪稍微 比较大一点 如果是有这个 冠心病的话呢 有吃Aspirin 吃一些其他的这个 抗瘾血药 嗯 呃 他们也是会造成一些 这个溃疡的 嗯 不同的情况 是 那再问到的就是 在年轻人当中呢 比较懒 就不愿意自己去煮 那除了出去买一些快餐 特别味之外呢 嗯 我们比较喜欢用这种 呃 剩菜剩饭 嗯 或者是用微波的食品 嗯 那其实这种饮食习惯 会对的胃 长期以来的话 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我自己感觉是不会的啦 嗯 那除非你 因为他们有叫food food safety 就是有一些 呃 你准备食物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原则嘛 嗯 就是你不能说 两三天的东西 不新鲜的东西 拿来吃 嗯 如果他是过夜 然后你是加热 马上吃也是可以的 嗯 放太久也是不行的 是 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讲呢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些人是很担心 用微波炉啊 对 是把过夜菜啊 这些就不吃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感觉呢 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至少可能看 但因为这个而出现病床 看病的人就比例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 然后就算你不小心 那个 没有把他加热加好的话呢 那短期可能会有点症状 嗯 有点这个感染 可是一般来讲 对我觉得 不会对身体不好的 是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那么忙嘛 对 没有理由说三餐这边准备 煮饭这些的 是 真的是 对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算是解决了我们这个 这一台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就是害怕吃这些微波食品 对啊 反而生活忙的时候 我们吃很多 很多 像方便面啊 这些的 里面有很多防腐剂 然后很难消化这些 这些反而对身体不太好了 对啊 虽然是很方便很好吃 嗯 那长期来讲呢 有太多加工的这些食物的话 那也是 它不自然嘛 嗯 就可能也是会影响 这个整个消化道的 消化了 就是 肠子啊 这些的也是会 会影响的 嗯 那 通常会有什么习惯 会导致像 胃出血 就听起来比较严重的这种状况 胃出血 最主要是有两个大原因 第一呢 就是消化道溃疡 刚才提起的 是 另外 比较常见的就是 如果有肝病 嗯 肝病呢 如果你有肝硬化 肝硬化的话呢 它整个肝的形状有变化 它里面的那个血压就比较高 就变成会有这个肌慢曲张 在这个胃跟这个食道这边的 那如果你是有肝衰竭的话呢 然后有这个肌慢曲张的话呢 也是会有这个胃出血的问题 是 好 那我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呢 继续回来聊胃和肝的一些问题 我们一会见 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同学会 我是Alan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来的是罗嘉云 罗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关于胃和肝的一些状况 还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呢 也了解到这个胃出血 其实是不是算是这个 胃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种 这个是的 所以呢 像我也是在Middlemore公立医院嘛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说 有时候半夜呢 就被 被叫去医院去救命这些的 那有时候你胃出血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 胃溃疡 要不然是有这个肌慢曲张 在流血的话呢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那通常呢 如果是血压低 然后 这个 就是生病很厉害的时候呢 要住院嘛 所以呢 平常 如果你是觉得腹痛 然后有吐血 有黑便 这个的话呢 要马上去医院 因为它 那个溃疡 要不然这个肌慢曲张 流血的 流很快的话呢 就真的是很糟糕的 那我们通常去医院的情况呢 我们会做内视镜 就是做胃镜 通常我们做之前 会打一个针 打一点点这个 止痛药这些剂 然后就看看食管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胃里面有什么问题 是 一般来讲呢 这个 溃疡 路在流血 那绝道分的 我们看的溃疡 都是没有 已经停了 没有在流血了 是 这样子情况吃药就好了 有些情况就是 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动脉 一直在流血 是 那有一些方法可以 可以解决的 来 有些方法就是打针啊 放一些夹子啊 一些打一些药物 在这边的 有些方法可以止血的 是 对啊 所以这个 也是蛮重要的 如果是肌慢曲张也是 我们也是用内视镜的方法 那如果用这些方法的话呢 解决不了的话呢 通常 我们会 可能叫外科医生做个手术 嗯 那发明这个内视镜 之前呢 就是七八十年代之前的话 如果真的是有胃溃疡 那当 当时候就是 切胃 对啊 胃就切掉一部分 嗯 就变成 对啊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切胃的话 那切完之后是解决了这个 这个出血情况 但是会对他病人之后的一些 吃啊 生活会有什么的影响 嗯 刚开始的话呢 如果胃是比较小的话呢 嗯 短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长期来讲呢 他那个胃 比较小了嘛 那胃最主要功能是 制造一些胃酸 嗯 那胃酸是 你需要胃酸来帮助 呃 虚收这个铁 嗯 然后你那个胃 有些细胞是来 呃 呃 你是需要来 来虚收这个维生素B12 嗯 那长期来讲 如果你胃 比较小的话呢 可能会得到这个缺铁性 嗯 嗯 胃也是比较小 那刚开始可能是比较脏 是 呃 那有时候会影响这个营养的 虚收这些的 嗯 可是 长期来讲都 其实还OK的 因为有一些 稍微年纪比较大的 七八十岁 以前呢 做过胃的这个 手术 嗯 呃 切了一段时间 那他有时候 他那个胃跟 呃 小肠 嗯 接波的地方的话呢 可能会有溃疡 他就慢慢流血 是 那偶尔会遇到这个情况 嗯 那有没有什么 平常一些建议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预防的 这种情况发生 你说胃溃疡吗 这些的 一般一般来讲呢 如果你 嗯 其实最主要就是 呃 年轻人来讲 最主要就是 嗯 如果是有感冒 还是有拉伤 这些的话呢 嗯 家庭医生都会 如果开了这些家 这些消炎止痛药的话呢 都会开 保护胃 嗯 一起吃的话 会减少那个胃溃疡的机会 嗯 第二点就是 如果是 嗯 需要长期吃 有些病呢就是什么 关节风湿病 嗯 需要吃这些 啊 药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测测看 有没有这个幽默螺旋感菌 嗯 如果有的话呢 你知道 呃 是 对啊 蛮重要的 是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 啊 关于胃或者是 肝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095712936 那罗医生呢都会在啊 线上为您解答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解决胃啊 吃完胃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肝好了 因为刚刚呃 呃 其实也说到那药物其实也会影响到肝嘛 会的 肝最主要的 呃 有蛮多功能的 嗯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排毒 嗯 排毒 那一般来讲呢 吃药 我们西药中药 不管怎么样呢 有些人会有这个 啊 伤肝的这个 会有副作用的 嗯 那你得到肝炎 的话呢 你停药基本上 都 他自己都会好的 嗯 那有些人不知道 会有很大的反应 嗯 所以如果你吃抗生素 然后 然后 有肝炎的话呢 那有些人也是会有这个 呃 很严重的肝炎 那有些人会得到这个肝硬化 是 的问题的 嗯 所以呢肝 肝开始 如果肝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早期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是不跟胃一样 胃的话 对 起码有情况 我们会胃痛 但是肝的话好像就比较 没那么容易去察觉 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都是去验血啊 然后发觉 好像肝功能有点不对 是 那肝功能不对的话呢 如果过一段时间 再再测一次 发觉 好像还是不行 嗯 那时候呢 那个家庭医生会帮你看看 是不是跟你的药物有关系啊 是不是脂肪肝 是不是跟这个体重有关系的 嗯 是不是有这个病毒性肝炎 是 比如说有这个B型肝炎 嗯 然后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嗯 嗯 那我们平常自己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办法是 通过自己 不通过医生去看到自己的肝 有没有问题 嗯 因为没有什么症状 这个是很难讲的 嗯 如果是 最主要如果你想保护自己 然后不想得到肝病 我们最常见的肝病 其实是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 嗯 所以你30岁以上 要么到40岁以上的话呢 比较容易会肥胖 嗯 我们认为大家有个标准的体重 嗯 那标准体重如果超标的话 就会有脂肪肝 是 脂肪肝 那肝里面会存一些脂肪在里面 那小部分的人呢 会有这个肝炎 是 那肝炎 长期来讲控制不好 就会有这个肝硬化 嗯 可是有这个 脂肪肝的话呢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是什么呢 是 嗯 那个心血管病 中风的机会 糖尿病 高血压 这些其他的病呢 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 所以要保护肝的话呢 就是要 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就是不要吃东西要小心 不要吃太多 要锻炼 嗯 这都很重要的 是 所以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说完全预防什么问题的 可是 是 原则上就是要照顾自己 嗯 是 酒呢 在西西安很多人都很喜欢喝酒的 爱喝酒 那你酒 过量的话呢 也是会引起这个酒精性肝炎 然后有一些肝病 华儿来讲呢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乙肝 嗯 这个是病毒性肝炎 是 有些人有饼肝 也是没有症状的嘛 所以呢 如果你肝功能不正常 很长的时间的话呢 要去看家庭医生 嗯 嗯 来固定验血这些的 是不好意思答应一下 先接听听众的一个电话 嗯 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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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吗 是您请讲 我能跟那个罗医生说一下话吗 是您请说 请说 啊 罗医生你好 你好 我年轻的时候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有那个 十二岁头部溃疡出血 出了好多次 嗯 然后 后来自己 就是经过治疗 住院住了好长时间 嗯 后来呢 就是好像 自己也住一些饮食 年轻的时候好像饮食也不太注意 鸡一顿饱一顿的 然后 那个 后来就知道就是 要经常就是 他有饥饿痛嘛 然后就啊 经常就吃点东西 少少吃多餐 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后来就 再也没有出过血 这么好几十年了 嗯 现在我都六十多岁了 嗯 都从来没有出过血 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比如春 春秋交际 就是冬 热天和冷天 或者冷天和热天交际 呃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隐隐的作痛 在右上腹 嗯 稍微有点疼痛 但是呢 就是在注意一些饮食 就好像也就可以了 呃 也就再也没出过血 嗯 嗯 现在身体状况 也挺好的 我就想问一下 罗医生 那像这种情况 我还需要吃那个 呃 这个什么抗菌素嘛 就是 杀菌的那个 杀菌的 OK 嗯 所以 所以 基本上呢 之前有这个 嗯 十二指肠溃疡的话呢 有可能是跟这个 U-Motion感菌是有关系的 那 这个是1982年的时候才发现的 哦 之前呢 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的 是 原来我从来没听过 那个后来是后来了 才知道是 对 所以有两点我需要讲的 第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担心 自己还有这个 U-Motion感菌 的话呢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嗯 可以知道有没有的 你可以去看家庭医生 他可以做一个 粪便测试 来看看呢 你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那另外方法就是 呃 验血 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抗体 可是那抗体 其实 不是很准的 最准的方法 还是做这个粪便测试 呃 第二点就是你说 右上腹部不舒服 这应该是跟那个 舌子肠 溃疡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有溃疡 的话呢 你会 常常腹痛啊 然后会有这个 黑便呢 有便血 的症状 那右上腹部不舒服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 嗯 比较常见的就是 是不是有胆结石啊 是不是 胆管有什么问题啊 要不然的话呢 是不是这个肠子的问题 就是 肠子鼓动力有点慢 有点速便这些的 所以呢 最好呢 如果你想知道 回去看家庭医生 跟他商量一下 看你需不需要 验血啊 需不需要做什么其他测试 嗯 好 谢谢 验血就是 检查抗体 什么抗体是 抗体 我觉得抗体是不用了 可是你跟家庭医生谈一谈 就说你现在担心 你想知道你现在有没有 幽默螺旋感菌 他就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哦哦哦哦 好不好 就是幻眼大便 看看有没有前血 还是 不是前血 看有没有这个细菌 细菌 哦哦好的好的 好 谢谢这位听众的电话 是这个 问题确实比较会 常触性 而且会担心 就是会不会复发 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对 所以幽默螺旋感菌的话呢 50年前的话呢 全世界80%的人都有这个细菌的 所以你看是你从哪里来的 东南亚这个非常普遍的 在新西兰来讲呢 现在 华人来讲 应该这样子讲 那洋人来讲 应该是少过10% 毛利人的话稍微比较高 我们华人来讲呢 可能30%到50% 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通常有什么情况 会去测这个 U-Motion感菌呢 就是如果有腹痛 觉得不舒服 有点消耗不良的感觉的话呢 是 很多时候家里医生 可能会先测这个 看有没有 那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如果家族有胃癌 胃癌 因为它这个幽默螺旋感菌的话呢 差不多1%的人呢 会有病变 那如果你家族是有胃癌的 就是说五六十岁以下 有好几个亲戚都有这个胃癌的话呢 很重要 要去测这个U-Motion感菌 可能要把它杀掉 好 那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好 最后听众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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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讲 是这样子 我的胃有做过胃癌 但就说之前有过溃疡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溃疡了 也没有U-Motion感菌也是阴性 但是它就说因为有慢性胃炎 有肠化身 但现在就是问题就是我的胃炎 就是我吃完胃炎很难消化 那我吃了好像就是一种洛塞克 其他也没什么 我不知道其他也没什么好的药 这样可以解决这个 好 所以那问题是问 基本上你是有这个叫做小肠生皮化 这个问题的话呢 通常是因为你之前是有这个U-Motion感菌 那绝大部分人呢 是会有这个有点胃炎 那有胃炎的话呢 这个算是低风险 那如果是有萎收性胃炎 要用这个小肠生皮化 那有些人会得到病变的 他每年这个病变的这个发病率的话 那是可能是1%左右 0.5%到1% 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你 可能每几年每三年左右 做一个胃镜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也消化不良 有的时候这个是跟这个胃动力 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有没有什么好药可以吃呢 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滋味酸的 你说像Losic这种的 这种可能是已经是最好的药了 因为有的时候呢 有其他的原因的 那你看了家庭医生商量过 如果还是持续有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症状解决不了的话呢 那看完家庭医生 有可能需要看个妆科 再问一些比较特殊的 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情况 嗯 是 好 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呢 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呢继续回来接听各位的电话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观众晚安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同学会的最后一段 我是主持人Aden 那在最后一段呢 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开放电话热线 095712936 095712936 大家呢可以今天对于胃和肝两个 这个器官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打电话上来 问这个罗医生 那我们先接听第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比较多 就位听众你好 就位听众你好 那我们先接听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问一下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罗医生 嗯 您请讲 喂 还请讲 是这样 我呢 前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扁桃体这里好像火辣辣的 我就去看医生 那医生结果看了以后说这没有问题 结果他给我诊断说我是胃酸反流 嗯 那么后来给我吃了三个月的那个奥美拉佐 嗯 吃完以后呢 按照他讲的那个呢 原来吃的时候是一天两克 就吃完以后停了 停了以后呢 那个症状回来 而且好像比原来还厉害 嗯 那我又去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还让我继续吃 嗯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药能长期吃吗 嗯 好 医生有药问的吗 通常的话呢 这种药要看情况了 如果是有 有觉得不舒服的话呢 有症状的话呢 可以长期吃的 那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如果年纪比较大 有一些其他的病呢 就有一些东西需要注意的 譬如说如果你是有骨折收松 有这个 关心病 然后年纪比较大 我比较容易会得到这个肺炎啊 这些的 可是通常 如果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的话呢 然后你吃有效有用的话呢 一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要定期验血 然后定期看医生这样子的 那有些人 那有些人 调过来讲 有些人就是有点腹痛 然后就长期吃 没有什么好原因的 就继续吃 像 我觉得呢 通常如果是超过45岁的话呢 有一些症状 然后你停药还是有症状的话呢 至少要做一次胃镜 了解一下 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知道有没有一个好好的原因呢 可以继续吃药的 要不然至少看一个庄科来谈一谈 嗯 我也是想了解一下 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胃酸反流 好像胃酸很强 对 什么原因引起是胃里有炎症呢 还是有什么 你讲的幽门洛杉杆菌呢 对 通常你要看个人情况 那个华人来讲呢 其实那个胃食道逆流 胃酸其实跟洋人比的话是比较少 因为洋人可能一般来讲会比较肥胖 然后那个喷门呢 他们可能喝酒喝得多 可能会比较松 那华人来讲 如果是有胃酸的感觉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是这个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 因为你整个消化道的系统呢 就比较敏感 所以我还是认为呢 一般来讲你要回去 跟家庭医生谈一谈 问他一下 需不需要看一个庄科 有没有这个需要做个胃镜 我就是专科刚看回来 又去看家庭医生 他让我继续吃药 另外呢就是说 也说他给我开个那个 查血的去查那个 油门螺旋杆菌 那么他没有让停药就去查 好像是 不会影响的 因为如果你是验血的话呢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治疗过 你验血看那个抗体 是阳性是阴性的 是合理的 这不用停药的 如果你做分辨测试的话呢 就需要停药 因为会有假阳性假阴性的 做分辨测试要停药 做血测试不要停药是吗 不用不用 哦 嗯 是好 好谢谢这位投入电话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 这位听众你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那个我在几年前我想验那个幽门杆菌 那个医生说 现在政府已经不给验幽门杆菌了 那我在那个五月底的时候 我去做那个抽血我想化验大便 结果医生也说现在没有化验大便 这到底是真来假的 谢谢 医生有听清吗 有的 对啊 化验大便是有的 对啊 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做一个呼吸吹气的这个测试 那前几年前呢 在新西亚是有用的 可是它那个仪器又贵 然后现在比较少地方会用的 所以比较普遍呢 是做个分辨测试 现在还是有这个方法的 是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 这位朋友你好 这位朋友你好 您在线上了 你好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医生 的确我有家族史 因为我父亲和我奶奶都有胃癌 然后我自己以前 年纪轻的时候也得过胃溃疡 胃出血 后来我医生这个诊断也是说慢性胃炎 然后我有去做胃镜 说是那个残化身 也是跟前面一位男士一样 对残化身 对 我也做过幽门螺旋感菌是粪便检查 是阴性 没有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医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粪便检查是准确的吗 准确 准确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的问题跟前面一位男童 就不一样 他是吃了以后老脏 这是我以前的症状 我以前就是吃了老脏 然后医生给我开的跟他一样 洛塞克就是那个奥美拉座 后来也是吃了一段时间 然后停掉 停掉以后也是一直 就是觉得会脏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我的这个症状开始改变 就是会老觉得饿了 老觉得饿 但是不是也不痛 也不痛 就不像以前我溃疡的时候会觉得痛 我也不觉得痛 但老觉得饿 老怎么吃好像都吃不饱 有的时候还在吃还在吃 越吃越饿 但去看医生 医生给我开的还是洛塞克 所以你这些症状的话 应该是跟这个胃动力有关系的 如果真的是胃食道逆流 要不然有溃疡的话 你吃这些洛塞克类似的药的话 有很高的机会 可以控制你的症状 那现在我们就提起的就是 如果你吃这个自胃酸的药 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回事 要不然的话是其他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是这个胃动力 就是有点太快 太快的时候就觉得很饿很不舒服 太慢就脏恶心这些的 所以这可能是跟这个胃的 动的速度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来看我的话 我通常会来了解一下 你这个个人情况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什么烦恼这些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 会有因为我孩子还很小 而我年纪很大 有可能跟压力有关系的 好那谢谢这位朋友的电话 所以呢这个大家问的比较多 都是关于这个胃方面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胃的这个症状来讲 是很普遍的 是 所以呢我觉得 虽然我们在这边 谈起很多不同的情况的话呢 还是最好呢要去看家庭医生 来确认一下呢 有没有我们所谓叫什么红旗 红旗是什么呢 就是体重减轻便血 吐血贫血这些的 家族有没有这个胃癌 那通常我们会比较担心的就是 如果是四五十岁 有好几个家族性的 遗传性的这个胃癌 这个比较重要 那有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些其他检查 是不是需要做胃镜 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超生波 那必超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回事 所以要确认一下 这个了解背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那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请问一下 那个洛塞克 因为多年以前我这个胃癌医生开过洛塞克 但是到了新西来以后 这个医生继续给我开 这个长期吃洛塞开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啊 刚才提起的就是 你要看个人风险 个人情况 如果是有这个溃疡的话呢 短期吃 吃几个礼拜 几个星期 六个星期的话呢 这个溃疡好的话呢 不用说长期吃 如果有症状的话呢 尤其是有胃食道逆流 要不然是有点不舒服 你觉得那个药有用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长期吃 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是最低的分量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才吃 不是说每天吃的 可是你要好好跟医生谈 你要确认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刚才就提起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话呢 就需要注意 要定期验血啊 然后看有没有跟其他药有冲突 要注意看有没有骨折收松 这些的 有关心病的话呢 会不会跟其他药有冲突的 可是一般来讲 原则上都很安全的 是 好 谢谢周伟朋友的电话 是 那我们就继续聊到 刚刚这个第一段说的 关于这个肝啊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 对肝 就是说这个熬夜会伤肝 就是说呢 这个熬夜的话呢 我们俗称叫做爆肝 其实这个的话是有没有什么 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不是正确的 因为我现在只是想到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懂 肝的功能是怎样嘛 那如果你熬夜的话呢 会有什么问题呢 熬夜的话就可能很累 然后很累就睡得比较少嘛 睡得比较少的话 就比较容易肥胖 然后你生活习惯 如果你熬夜可能吃消夜啊 这些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会影响消化道 可是我觉得它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肝的 是等于就是 对对 从我们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呢 应该是不会的 是那而且所以如果这个肝不好的话 冲过 其实就是休息 休息好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再说到就是这个脂肪肝 就脂肪肝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他们看起来就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但是同时他们看起来呢 就一定代表他们的肝是健康的吗 不一定的 我觉得我们华人来讲呢 你可以看 那当然是如果你看有一些人 就是洋人还是岛民还是毛利人 他们如果是很肥胖的话呢 是 他们有这个脂肪肝的机会会比较高 华人也是一样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有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很瘦 看起来很瘦 然后吃很多东西 可是其实里面的内脏有很多脂肪 是 所以呢 这可能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呢 不一定说 你 我现在很瘦还是可以乱来 对 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个心态 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还是要 还是要 就是说不要吃得过量 要休息多 要减压这些的 要照顾身体 是 那这个通过运动的话 其实 怎么可以缓解到这个脂肪肝的 就是多运动 多运动通常是要 我们通常都会 建议大家至少要 做半小时的运动 至少每天去走 走一走走半小时 当然是 如果是比较肥胖的话 你要控制你的饮食 可能要看营养师 教你有哪些东西是 不应该吃的 高热量的 这些的 这个淀粉类可能要减少 然后要快走 还是跑步这些的 可能会有帮助的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有些人非常肥胖的话 真是没办法得到 这个什么糖尿病 还是什么问题 他们需要做一个 胃切除手术 这样子你就吸收的能力就减少 然后身体的荷尔蒙就会改 就变成你 你比较容易会腹泻 然后就可能 吸收能力减少的话 就会减肥 那这些做手术的方法 还有有些内饰劲的方法 的话呢 还是要改你的生活习惯 你如果是说做了手术 用这些内饰劲的方法来减肥的话呢 你过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改你的习惯的话呢 也是会 还是会恢复肥胖的 是就换句话说 这个虽然这个年轻 而且呢这个怎么吃都不胖 但是其实并不代表你的肝 就一定会减肥 所以很多人我记得 读中学的时候 有些人哇真的受得要老命 吃好多东西 你到了三四十岁 就很容易肥胖 没办法 是 所以呢我们 跟大家平常这些 受的这些病例啊 包括出现的一些 胃啊 肝的等等一些状况也好 其实最重要就是 靠我们要多多注意 要保养自己 不要吃太多 或者呢不要吃 甚至不吃 或者说呢还是要 吃跟这个运动要互相结合 是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罗一星来到节目当中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在下周四同一时间 晚上七点再跟大家见面 晚安 晚安